在上週的節目當中 我們討論了許多 有關於老人照護的議題 接下來讓我們馬上來複習一下囉 用那個鐵塞叫玲瓏 說的就說 哎呀 如果說頭去 目塞就閉不開了 事實上是 首先就是會眼睛乾 不舒服 看不清楚當然 看不清楚就影響到很多的生活 除了這個以外 事實上老化眼以外 還有白內臟的問題 白內臟 他是外科醫師 你知道嗎 他有一天就是在看診的時候 突然這樣 我說你在幹什麼 對 我說你在幹什麼 我就覺得很奇怪 幫他 對 他說 妳有沒有看到 我這邊好像有蚊子 旁邊有蚊子在那邊跑 我說沒有 哪有蚊子 結果後來他趕快去眼科當場 他下了診就去眼科檢查 原來他已經得了非蚊症 他不知道 總覺得好像有一片黑霧 那個霧是點點點的 好 右眼得非蚊症就算了 左眼他覺得白霧霧的 前面總是有一個那種 那個白雲在那邊 籠罩在前面 結果他得了白那一照 有一天他回來 我說 爸 你為什麼去縫雙眼皮呢 然後他就去剝雙眼皮 眼睛變得很深邃 是不是 沒有 他剝雙眼皮 原來是要把它這裡 他剝了雙眼皮嗎 對 醫生要求 睫毛倒叉嗎 不是 因為他流眼油全部黏在這邊 他老了眼皮會垂 你知道嗎 老了人眼皮這裡會比較垂 對 它把它剝了之後 反正是讓它把它打開來 這一塊 不是眼頭好嗎 就是打開來這一塊 就是開眼頭 沒有 開眼尾 開眼尾 它其實真的是一種運動 就是有點像提缸 就B7的這種運動 對於改善尿濕精的效果 是還滿不錯的 他說像你現在在錄影 沒事啊 主持人在講話 你就可以練習提缸 偷偷練不改色的提缸 這個不但可以讓你的 這個功能改善 這邊教大家一個叫做 河骨穴 河骨穴就是在虎口的位置 可是大家都不會按想說 都沒感覺 這樣就錯了 其實首先先要上自己 另外一隻手是從後面 往前面這樣找 對 這樣才能按到 所謂的河骨穴 按這個需要 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 它可以軟化血管 尤其是說老人家圍脖子 圍巾圍脖子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一般來講中風 我們這邊脖子後面 是比較容易冷的地方 通常頸動脈的中風也是很多的 老人家居多的 所以就是說不管你再怎麼樣 也不要讓自己脖子著涼 還有肚子著涼 脖子 肚子跟腳 對 我覺得說 你現在看到這個節目 的任何一個人 每天至少都喝到 1500CC到2000CC的水 甚至到2500CC 不是一口喝下 而是你覺得嘴巴有點乾了 不要等到嘴唇都乾了再喝 那是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我一坐下來看診 通常三個小時沒時間上承受 我說我在嘴唇 事實上我就會提醒我的小姐 你小姐多可以提醒 不要提醒我 多喝誰 有關於許多老人的議題 大家是不是複習完畢了呢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將繼續跟各位討論 有關於老人照護的嘗試喔 趕快拿起你的紙跟筆 我們馬上開始今天的 健康好簡單 請看 其實老人家它在礦物質上面缺乏 確實是鈣都營養不良 就是鈣的一個攝取量不夠 我們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鈣的來源的話 一天是1000毫克 我們一天會建議就是要兩杯奶 大概就是補充500 但是老人家會有個問題 就是他們比較有乳糖不耐症的 一個問題 可能那牛奶會拉肚子 其實現在坊間有很多的豆漿 因為老人家對豆漿的 那個接受度比較高 但是豆漿它基本上來講 它鈣含量沒有這麼高 所以不是用豆漿來補鈣 是你可以選擇一些豆漿裡面 它可能有一個強化鈣的東西 就是它有額外再添加鈣 它上面其實你買豆漿上面都會寫 比如說它這個豆漿它有強化鈣 可是它有額外添加 你可以選擇這個 老人家它就其實 不用就是喝到牛奶拉肚子這件事 要不然它會越來越排斥喝牛奶 另外就是說 像一般在講的一些小芳豆干 黑芝麻 或是小蝦米 五香豆干 其實它是植物性的一個鈣來源的話 它也很豐富 如果吃素的一個老人家 比如說鈣子的來源裡面 比如說像是黑田菜 芥菜 小白菜 或是說像一些皇冠菜這些 它可以把它煮熟一點 然後把它那個 主要是那個菜的梗 就是說可能老人家 他在吃的時候不太方便 如果家裡有家人可以幫忙 就用剪刀 剪一剪 對 把它剪一剪 其實照顧老人家 就像照顧小朋友一樣 就是說它其實是會對到小時候 其實我們帶著就方便很多 對 沒錯 因為老人家很排斥的是喝牛奶 再來就是他們很排斥吃硬梗的蔬菜 這兩個方式都可以把它 稍微這樣做一個解決 好 老人家吃鈣片這個事情 對 其實老人家如果他有 比如說他也不喝牛奶 他可能飲食上沒有很均衡的話 鈣片的選擇上面 其實你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第一個上面 你可能要選擇有大廠牌的 你要照上面的劑量去吃 因為老人家可能想到就吃 或沒想到就不吃 再來就是說可能會吃過量的問題 有一些鈣它可能碳酸鈣的部分 會導致可能有一些便秘的問題 所以你可能放在餐跟餐中間去吃 老人家有一個問題 像我們家就是 你買保健食品給爸爸媽媽吃 他們永遠不知道 到底哪一個要吃 所以我們都會像 就像剛剛林醫師他建議 比如說用藥它是用盒子 上面會用標籤子貼起來 上面寫說早晚一顆這樣子 老人家可能他眼睛在看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字體大 然後又是有告訴你說一顆 不是 因為其實那些保健食品 它後面寫得很小 爸爸媽媽也不知道 他到底要吃幾顆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適當的一個鈣片的補充 其實是可以的 可以的 OK 什麼時候吃比較好 很多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鈣片 到底要早上吃好還是晚上吃好 因為我們房間 現在比較便宜的鈣片 其實它有分 比較便宜的話它可能在 所謂的一個碳酸鈣的成分 會比較多 這個沒有不好 你就放在餐跟餐中間吃 如果爸爸媽媽 他可能在所謂的一些 比如說他可能情緒壓力比較大 晚上睡不著 其實可以放在晚餐飯後吃 因為鈣其實它本身有一個 穩定神經的一個功能 現在的鈣都會有鎂 也有維生素D3在一起 所以你買的時候 不要買以前那種 只有單純鈣的 因為你要有維生素D3 它可以幫助鈣的吸收 所以你在家人在購買鈣片的時候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OK 好 飲食補充非常重要 可是一定要再強調 因為台灣跟其他先進國家 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老年人因為某些原因 曬太陽的也比... 相對比西方 甚至比日本很少 可能很多年紀 這樣來大一點的 你姓朋友也希望能夠 白白潤潤等等 所以就缺乏曬太陽 事實上我們認為運動 如果能夠早晚去走走步道 事實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曬一下太陽 曬太陽 曬太陽可以讓你快樂 我想全世界人都... 洪醫師都沒曬太陽 有,他是 他有這麼綁在耶 他有這麼綁在耶 而且他... 這個體質很好 所以曬什麼都不會黑 不過我想也可以 當然這中間還有很多年年人 一定要注意曬太陽 要戴黑眼鏡 這個紫外線要盡量保護 你可以像那個阿輝伯一樣 很酷酷的做 你那張也可以 事實上我還是鼓勵 一定要曬太陽 男性女性的一樣 我想如果並沒有 皮膚上的一些特別 當然要防曬皮膚 得癌症等等 台灣人本來就比較少了 可是這些盡量去避免曬傷等等 一定要早晚 趁有一點陽光的時候 去走一走的時候 吸收一點鈣質 我相信骨質疏鬆的問題 加上適量的 都不用什麼藥物補充 那個錢都可以省下來 我們講到如果說 對老人的關節來說 在中藥的藥方裡面 有沒有什麼是對老人的關節 是可以特別加強的 有 中藥裡面補充老人這種關節 退化的藥材非常多 像最熟知就是龜鹿二仙礁 什麼六味地黃丸 虎淺丸 寄生盛起一大堆 但是因為他們畢竟是中藥 所以大概民眾沒有辦法自己服用 所以我自己就介紹一些 比較簡單的藥材 像這個肚粽 肚粽的話它其實是一種樹皮 選擇的話就是越厚越黑的 效果越好 那一般就是可以加入食物裡面 一起飲用 再來就是穿蟲 穿蟲是補血的 那老年人就是氣血兩虛 加上補腎氣 補乾血 這樣可以改善我們關節的循環 OK 好 那當才彭醫師講了這一些 我們大家耳熟能詳 關於關節的這個部分 是 那他們有什麼不同啊 你是說這些藥方嗎 對 這些藥方 對 它常常就會 也是像我父親也算年紀也是大 我媽七幾歲也是一樣 對 它有時候真的是 它有時候最害怕是什麼 就是說它完全忘記 它剛剛做的